无线摄像机,这边是供电,看一下多少瓦,现在是2瓦多 手机里显示是摄像机的内容,咱们看一下它录像机在哪里 在这个5,它连接的是无线录像机 这个黑色的,看着像路由器,这是无线网络录像机 海康的无线套装,特点就是价格经济,安装方便 无线摄像机通过无线连接无线网络录像机 再通过有线接到路由器上,然后你手机下载海康互联APP 就像我刚才那样,就会出图像 这款摄像机,白光全材统计,型号是这个,4毫米的,400万像素 支持云对讲,人性检测,具体怎么连接呢,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一步摄像机先探上电,探上去,探上去它会启动 会否请提示 这时候呢,咱们拿出这个录像机,电源插上去 这是插这个存储卡的啊,咱们先不插,咱们先测试一下 不插的话只能预览,不能挥放 插对网线上去,网线另一头连接路由器 电源只是灯亮了 它会自动联网,等这个灯亮的时候说明联网成功 灯亮了 拿出手机打开海康互联APP 然后点上面,添加设备,扫一扫 扫机身后面二维码 好,正在添加设备 然后要按一下,负一键,这后面有个负一键 不要超过四秒 按一下 按一下 好 然后点,我已经按过了 就点这个 这个你要设置一个密码 设置成功 点完成 这就是咱们这个录像机的型号 点完成 这时候录像机已经添加上了 现在是摄像机和录像机之间连接 点开始添加 微信连接中,请等待 网络连接成功 连接成功 这个,录像机 这个是四录的录像机 所以说四个通道 这个,看一下 这个就是添加上了 很简单 这个适合一些小型的监控场所 比如说小商店,小餐馆 装三四个摄像头 用这个就非常方便 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